8.8健康有方 有好的腸道才有好的人生 沒有好的人生你才可以享受美食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 在腸道的權威專家 來幫助我們怎麼樣顧好我們的腸味道 好 歡迎我們明依來了 好 明依來了 今天很開心 因為邀請到目前是擔任 福仁大學醫學院的林兆棠院長 歡迎院長 好 我們可以說 院長應該是主事人就是藥罐子 好 那麼院長在年輕時候 甚至小時候 那個胃疾殘身 據說是30年 他怎麼樣醫好自己也幫助很多人 等一下請他好好幫他來解惑了 那麼我們院長在之前也擔任過 包括台大還有義大 這個醫院的副院長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的權威專家 那麼我們除了腸道要顧好 請醫生來幫忙 當然營養師也不可少 歡迎我們的台藝院營養師劉益老師 大家好 好 人家吃秋葵 對我們胃很好 這是真的嗎 還有說喝這個吃那個真的會好嗎 等一下請營養師告訴我們 另外今天呢 明依結獲零距離很開心 我們五位向觀眾報名 來到我們今天節目了 歡迎你們 好 這是我們今天 五位龐大的 堅強的這個粉絲團 他們有很多生活商務 或是幫別人問 等一下請明依來幫助我們 好 我們要動一動大家 有請我們的懷裕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懷裕老師 今天要帶大家 教我們是什麼呢 猴腮雷健康 猴精采 對 那我們要跳得像猴子一樣嗎 等一下就會看到很多猴子在這邊 好 這是健康的猴子 對 沒錯 金猴報到 對 好 這個動作主要是訓練 我們身體的協調性 所以你待會兒再做的時候 可能會稍微覺得有點困難 但是多練習幾次就會好了 好 第一個動作 將你的右手放右肩 左手放左胯 一起橫移到對方的 對面的肩膀跟胯 對 然後一起打開 然後再上 這樣快 對 然後再橫移 這跟刺上有沒有關係沒有吧 沒有關係 這跟身體的 神經的協調性非常有關係 身體操大機 從做錯邊沒有關係 對 我們一起做 一 二 三 換邊 一 二 三 所以大家都變成猴子 有一點難 難嗎 一定會難 有一點 對 真的OK嗎 協調性就是要常常的練習 還好嗎 還好 所以大家有時候都會變這樣 有時候會突然變這樣 所以一直抓來抓去 就會變猴子 對 所以這個主要就是訓練我們的協調性 讓我們猴年整年順順利利的 那如果搭上腿部運動呢 我搭上腿部運動呢 老師秀一下 老師秀一下給我們看 來 預備 開始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用身體再畫一個圓形 才是手做單拍的動作 訓練到全身的身體協調性 好 謝謝 好無三美 謝謝我們的華裕老師 也希望大家回去了 可以常做那麼擁保我們的安康 當然我們講這個運動 其實要持續堅持這五號 好 進入我們今天的大講堂 觀眾朋友 我們可以透過手機 如果說 您現在沒有辦法趕回去 家裡面九點鐘 收看我們的電視 有在外頭的時候 姐妹妹要跟你們報告 我們的手機很好用 那麼上我們三藝新聞網 的網站的時候 您就可以同步來收看 今天精采的內容 還有2015年12月開始 住在洛杉磯LA的朋友 也看到我們的節目了 真的是很開心 好 我們今天講堂 特別要關心我們的腸道 健康 不過院長 我們來看院長 大家看到院長很健康 對不對 我剛才是沒有說 妳怎麼知道她三十年 三十年的胃病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很難想像對不對 那院長怎麼會這樣 三十年的時候 從小 據說阿嬤 就帶妳去四櫃看醫生 為什麼 你看 從小追到大的胃病時代 後來 是不是因為妳常常胃不舒服 就立志說 我就要做醫生 是這樣嗎 事實上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那其實我從小就 常常有胃病 那自己不知道 這個就是胃病 記得我大概在小學 六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還要考初中 那個時代是小學要考初中 那常常就 餓的時候就肚子痛 那可是 阿嬤就帶著我到處去看醫生 那醫生說 這個可能是膽結石 那個時代 就是說 妳去做檢查 那不但要吃藥 還要照X光 同時呢 他就打了一顆蛋給妳 拿了一顆生雞蛋給妳 叫妳吞下去 然後再去照相 所以那個生雞蛋 不是要顧嗓子 不是 不是 對嗎 像鄧麗君小姐 就是吞生雞蛋 對嗎 對 所以這個是為了要 刺激膽 分泌出來 對 那妳為什麼會覺得 那個時候一顆生雞蛋 對妳來講 是一個幸福的感覺呢 應該這個生雞蛋 人家說 但妳說 臭氣味 對嗎 對 那有什麼在妳那時候 會覺得是很幸福呢 因為那個時代其實 物資不是那麼的豐育 大部分的人其實 一天有一顆生雞蛋吃 一天有一顆雞蛋吃 都已經不錯了 那妳去檢查 理論上應該是 要接受懲罰 怎麼還給妳一顆生雞蛋 所以陪我去的那些弟弟妹妹 她都覺得說 妳好幸福喔 妳還有生雞蛋可以吃 妳至少是一顆蛋對不對 管它是生的還是熟的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很羨慕 妳在吞那一顆雞蛋 殊不知 其實那時候還是很痛苦就對了 好 這是小時候對不對 是 就是要去檢查胃的時候 可能經歷 那另外呢 高中大學的時候 這個問題還是沒解決 那又發現 怎麼十二指腸潰瘍 事實上 那個檢查 這個吞生雞蛋 去檢查膽囊的結果 是根本沒有膽結石 所以其實那個醫生是診斷錯了 那因為這樣子找不出原因 後來再找到另外一位 在台大醫院看病的一個醫生 那他診斷我是十二指腸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 從此呢 在這個診斷出來以後 他才告訴我說 你是十二指腸潰瘍 然後你要吃什麼樣的藥 可是吃這個藥 就是沒有辦法斷根 他還是常常會痛 那常常會不舒服 所以這十二指腸潰瘍一直困擾 對 一直到大學 對 到大學喔 對 到大學的時候 特別好玩的是 我們自己是大學生 那尤其我進到台大醫學系以後 我們在四年級五年級的時候 就要開始學怎麼樣去檢驗 這個糞便裡面有血 那當時很有趣的就是說 全班的同學裡面 大家都把自己的大便帶過來檢查 那檢查了以後 結果發現說 老師說 你們這班裡面應該沒有人會 大便裡面有前學反應 對 結果每個人把他家裡帶來的大便 不是他的 是他的大便 從家裡帶來的大便 每個人在實驗室裡面都滴啊滴啊 加些藥加去看 結果全班裡面就只有我一個 大便裡面那個前學反應是陽性的 結果老師說奇怪 這班上不應該有人這樣子 怎麼會你就這樣子呢 而且那時候如果說 試劑下去之後是藍色 就你是唯一是藍色的 是唯一是藍色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老師講說 其實我一直有潰瘍 所以這個檢查出來是 是藍色的 這是應該是正常的 老師說 你有這個病 你怎麼都不去看醫生呢 我說我自己就是醫學系的學生 我就是立志要克服我這個病 那在那個時候 我知道我自己有潰瘍 那也知道說 我們老師 就是後來我的指導教授 王德宏教授 他是台灣第一位 把這個內視鏡 這個胃鏡引進台灣的 是等於是台灣的 這個內視鏡之父 是 他在做腸胃科 那那個時候呢 他就有幫病人在做這個胃鏡 於是我就跟他講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讓你做胃鏡 他說好好好 沒問題 所以老師幫你做 老師親自幫我做 所以我第一次的胃鏡 初體驗 初體驗 就是給了我的老師 我們那時候 聽他上課 他都跟大家講說 你看這個胃鏡 這個檢查多麼舒服 一下子就做就好了 真的很舒服嗎 那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我是第一次做 他說每一個人都是第一次做 沒關係沒關係 他說絕對很舒服 然後我就很忍耐的上去一做 那時候的胃鏡 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沒有麻醉 在這種情況之下 而且那時候管子是不是也會比較粗 管子比較粗 對 那時候管子 而且呢 越年輕的人去做胃鏡 越不舒服 因為喉嚨的這個緩色很強 反而是老先生老太太的話 他這樣咕嚕就進去了 就進去了 那我那時候才不到二十歲 就去給他做胃鏡 那老師就幫我做 做的時候呢 一坐進去就 快死掉了 很不舒服 一直吐 一直吐 吐到那個整個衣服都是水啊 都是口水 然後呢 那老師就 對 他含著胃鏡 對 也不能講話 對 所以 起來了以後呢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謝謝 謝謝 老師說 你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我說其實真的很不舒服 沒有 院長 那時候多粗啊 我們現在大概差不多是這樣 我的一個實質的 是 是 對不對 直徑大概這樣 那時候有多粗啊 大概比現在多一倍 喔 所以吞那個 有一點像那個 那個 在魔術師在表演那個吞劍 是蠻不舒服的 我覺得那個真的不舒服 因為我弟早騎在十幾年前 那時候也沒有麻醉那麼的盛行的時候 他也是用吞的 我說你當下做的時候感覺 感覺怎麼樣 他說他當下真的很想要打醫生 因為他覺得超痛的 因為醫生也跟他說真的不痛 但是他覺得真的超不舒服的 不過那時候還要看醫生的技術 對不對 所以那個院長 院長非常的尊重他的老師 他還跟他講說謝謝老師 這是一定要的 不過喔 我在想院長當時你聽我感到說 好教授 我做醫生 我一定要跟他醫好 對不對 就是考醫學系 那應該就是對是好的選 對的選擇 我們來看看 年輕時的院長 現在也很年輕 就是學生時代 就是回到大學的那個年輕時代 你們猜得出來哪一位是院長嗎 倒數第二位 倒數第二位 朱小姐是這個嗎 第二位 這一位 好 是嗎 我們近一點來看 朱小姐說是這一位 那 好我們在王二姐 王二姐 王二姐猜這一位 是嗎 是不是 朱姐 等一下 朱姐要改 朱小姐要改 好這位 好 院長 六條有這部嗎 沒有 等一下我送一本書 好 那你們還要猜嗎 猜對跟我講喔 有沒有 你們都猜哪一位 快猜快猜就有 右邊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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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五位都壓倒這一個 右邊第一位 對嗎 答案幾小事嗎 對 就是我 對啊 其實你看院長 沒什麼病 對 只是說 臉上又多了很多 感覺是那種智慧 那種光芒就對了 對 行衣良善那種良衣良相 你看那時候是 年輕時代 可是院長說 那時候你們穿 這是實習生的衣服是不是 對 就是 脖子套在脖子上 你說那時候是悶熱的時候 天氣不舒服 那個時代的實習醫師 我們在台大醫院當實習醫師 那個衣服穿起來就像 那個理髮師 剃頭衫 對 脖子套在脖子上 即使是夏天 那個都非常的不人道 但是院長 吃得苦中苦荒為人生 那時候可能也是 應該怎麼講 那個年代的時候 可能設計還比較沒有那麼人氣 沒有那麼透氣 對不對 現在越來越舒適 這是年輕版的五月天就是 你還要 你這下來標價對不對 年輕版的五月天 那哪一位 那他是阿信嗎 對 最帥氣 院長你要唱歌嗎 沒有 要唱歌 但是沒有阿信才會唱 因為拿手 拿手是什麼 好 待會兒來講 為節目壓軸 院長幫你唱一條歌 你待會兒想不要緊 那另外 我們加碼來看看這一位是誰 院長同班同學對不對 同班同學 我們來看看這一位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位呢 也是常來上我們節目 目前是擔任萬方醫院副院長 賴基敏副作 所以他是你同班同學喔 是 同班同學 賴副作那時候年輕也是一個帥哥 因為 現在也是很帥 好 如果回到我們 就是胃痛折騰三嫌 其中 您出了社會之後 還曾經胃出且休克 怎麼會這樣呢 那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那我到美國去禁修 那個時候是1990年 到美國不到三個月呢 就有一次就解黑色的大便 解黑色的大便以後 我就很不舒服 我就跟那個 我們實驗室的老闆 跟他講說 我要請假 我很不舒服 那老闆看到你的臉 他說 哇 你這個臉不行 你趕快回去了 趕快回去 嚴重了 結果回到那個實驗室 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就趴著稍微睡一下 因為覺得很不舒服 全身流冷汗 就是等到一醒來的時候 一抬頭一看 怎麼眼睛都瞎了 完全看不到東西 那時候 剛好我隔壁實驗室 有一個同事 我跟他講說 我什麼都看不見了 你趕快送我去醫院 所以他們馬上就把我送進去 加護病房急救 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血紅素已經掉到8 正常的時候是15 所以是掉一半 所以在那個地方呢 差點命都沒了 所以在那個地方 我第一次感覺到說 就是說 當你休克的時候 你所有的血液 會集中到你最重要的器官 但是眼睛不是最重要的器官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短暫的時間 是我看不到東西 這時候就知道說 要死掉 要瀕臨死亡的那個感覺 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31歲 好年輕的 對啊 所以這種經驗 對我們來講是很可怕 但是我運氣還不錯 在那個地方 就是說 他們也幫我做衛鏡 這一次是 第二次的衛鏡出體驗 是美國人幫我做 對 就國外的 對 國外的出體驗 那時候我已經是 在台大我已經是護教授了 然後我到那邊去做研究 在那裡出學 結果他們幫我做衛鏡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那個螢幕 然後那個 美國那個醫生 他是我的同事 也是實驗室的同事 腸胃科的 他在那邊做 一直找不到那個出血的地方 我含著那個衛鏡 我跟他講 就算在那裡 怎麼看不到呢 他們的技術不是很好 所以恨不得說我替他做 可是那時候 又沒有辦法講話對不對 還忍耐的告訴他 但是當時的時候 然後就到美國去嘛 你第一次就是感覺到 就聞到黑色死亡的氣味 以至於呢 你就是 歷史要戰勝魏己 所以 應該克服成功了嘛 可是當中等一下我們要來 怎麼樣打敗 衛幽門螺旋桿去 就是衛幽門桿去 因為據了解 他是不是就是我們講 衛潰瘍癌 癌變的罪魁禍首 那姊姊妹們 你們有我們感覺嗎 你給他們問 抱歉吧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有嗎 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不知道呢 那你們知道自己有嗎 我們廣會來告訴你 大家好 我是整外專科 曾凱邦醫師 一般人普遍認為 韓國整形技術成熟 加上許多韓星 大方承認曾經整形 於是逐漸形成一股蜂草 讓越來越多人 選擇透過整形方式 達到自己的理想輪廓 甚至創造出許多名詞 比如常聽見的韓式龍鼻 所謂的韓式龍鼻 正式名稱 應該稱為兩段式龍鼻 植入鼻膜後 取小塊兒卵骨墊於鼻頭 除了可調整鼻頭形狀 也避免傳統龍鼻 鼻膜從鼻頭穿出的風險 這種手術方式 最早源於西方 並非韓國所發明 目前還有更加精緻的三段式龍鼻 經由調整鼻中隔卵骨 創造鼻頭自然向下延伸的視覺感 門診中有顧客拿著明星照片 希望擁有一樣的五官 我們會針對客人本身的條件 與期望充分溝通 因為美麗沒有標準公式 同樣的五官套用在不同人臉上 不見得出色 針對病人原先的輪廓進行評估後 才能打造出最美麗 同時擁有個人特色的黃金比例